好 凌晨的两起地震 位在丰滨基祺村高山部落 往雷达站方向 有严重的落石摊坊 那么部落居民是无法进出 乡公所也已经派机具来处理当中了 那么村长也呼吁村民 非必要请勿前往 来保护自身安全 影片上可以看到 基祺村民把地震后 农露土石摊坊情形 用手机录下来 车辆跟人根本无法通行 村民也马上把情况通报 给乡公所 凌晨的两起地震 位在丰滨基祺村高山部落 往雷达站方向 有严重的落石摊坊 部分居民无法进出 乡公所也已经派机具处理当中 那今天早上 我们到各地方各村来去做了解 那目前的灾害呢 那就是我们雷达站 高山雷达站的道路塌陷 然后还有我们 基祺检疫之来水的部分 也损坏 再来就是复兴部落的检疫之来水 也都损坏 我们也在进行抢通 抢修中 这条唯一的出路断了 也造成部分居民的不便 不过乡公所也以最快速度 派怪手尽速抢通 更是呼吁村民 近期于震平凡 非必要请勿前往容易贪方的路段 记者高松 双风云香采访报道